这是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的2.25兆DM 就是那个双面热摊头 12乘以5就是60个晶片的 大尺寸双面热摊头 主要是适合于粗合金材料的焊粉 就是不锈钢那个材料的焊粉 或者其他粗合金材料的焊粉 然后我们用的这个鞋块 也是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的 聚焦深度60毫米 角度是50度重波的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仪器 这个仪器也是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的 而且仪器已经设置好了 看工件的设置 这个工件的设置就是我们的这个4块 我们这个就是一块普通的RB-24块 厚度是110毫米 宽度是40毫米 上面有Fi3的横通孔 这个深度是30毫米 这个深度是70毫米 Fi3的横通孔 然后这是我们的仪器的设置 然后再看我们的碳层设置 我们的碳头和鞋块已经设置好了 面对碳头 好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碳伤工艺 我们的碳伤工艺也已经设置好了 70较40度 中的较80度 焦点深度60毫米 然后我们看一下碳伤效果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碳伤效果 好 来来 看到这里 这是深度30毫米的一个孔 这是深度70毫米的一个孔 碳头放在这个位置 看一下我们的屏幕上 这是深度30毫米的一个孔 这是深度70毫米的一个孔 这是深度70毫米的一个孔 这个孔的显示大概是在 在30毫米左右 然后我们再调到这个位置看看 这个碳头和这个鞋块的那个配合 检测效果非常良好